好 那麼其實大選在即啊 有很多人都在為了這個選舉做準備 但是宜蘭縣卻有議員候選人 被警方抓了 原來這名武黨籍的議員候選人 魯秀傑他被檢警查出說 涉嫌對人恐嚇取財 還有擄人討債 宜蘭縣警方還在他的住處 搜出了兩把的改造手槍跟子彈 甚至還有毒品咖啡包 還有一個疑似是用來 來關押被害人的狗籠 現在將他依法逮捕 對著鏡頭宣示 絕不會選不買票 穿著白色競選背心的 是武黨籍宜蘭縣議員候選人魯秀傑 十月底才盛大舉行進總成立大會 現在就傳出因為涉嫌恐嚇取財 魯人討債 遭到逮捕 魯秀傑的白色超跑被警方查扣 同時也在他的住處以及辦公室 搜出兩把改造槍和六十七發子彈 經過調查魯秀傑疑似是天道蒙太陽會成員 有不少前科被列為置評對象 今年初涉嫌以投資糾紛為由 對被害人暴力討債 在二號下午遭到拘提 媽媽堅決相信兒子清白 而魯秀傑四十三歲 長相斯文是宜蘭人 過去都在新北活動 後來回到宜蘭開公司 從事砂石土方事業 今年登記參選宜蘭縣議員 卻在宣前倒數涉案招待 但宜蘭縣選委會表示 他還是能參與縣議員選舉 因為魯秀傑先前所涉犯的案件 不是不得參選的前科要件 因此目前仍保有候選人資格 只是這回涉嫌恐嚇取材被捕 會不會衝擊選旗 還是得郊遊選民來決定 華視新聞 廖一廷 張正惠 張俊惠 宜蘭報導